红豆袋烫伤案例 詹女士 2014年4月27日在家发生中风 全身无法动弹 于2014年4月29日 家人使用红豆袋温敷 因没有顾虑患者说烫 加上红豆袋直接接触皮肤 导致烫伤 后又因家人使用点酒 伤口常常刮伤 导致溃烂 前后60天伤口复原 温敷红豆袋 没有隔一层衣服容易烫伤 2015年1月19日 伤口已完全复原